弟兄姐妹平安 胜利时对神信心满满 落难时你仍然对神有信心吗 如果有一个朋友在很落魄的时候 你很用心关怀他照顾他 等到他顺利发达了 却好像不认识你一样 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如果有一个共创事业的伙伴 你栽培他提拔他 有一天他却反过来 与背叛你的敌人联合攻击你 陷害你 你心里会酸楚吗 大卫王就曾经历这些处境 所以他写成了诗篇41篇 根据撒摩尔记下15章记载 亚西多佛曾经是大卫的模式 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背叛大卫时 亚沙龙请亚西多佛 来帮他助长叛逆的身世 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争多 大卫王只好带着家人 逃离王宫在旷野流浪 当大卫得知自己昔日的模式 和好朋友亚西多佛 也在叛党之中 他祷告说 约合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余佐 在诗篇41篇4到9节 我们听见了被儿子抢夺王位 被朋友背叛 被人民离弃 被迫逃离王宫又生重病的大卫苦恕哀歌 病痛中的大卫自认得罪了上帝 祈求上帝怜悯医治 但最让他难以承受的痛苦是 眼睁睁看着仇敌装好心来探望他 被地里恶言重伤他 甚至交头接耳设计要害他 大卫体验到人心的不忠诚 有情的不可靠 只有呼求上帝医治他 使他健壮起来 不让敌人以他的病痛来夸慎 好让他有机会见证上帝的恩惠 也证明上帝对他的疼爱 大卫不再期待曾靠他吃饭 却背叛他的朋友 他不再被罪恶感所控诉 他在祷告中带着信心宣称 自己是纯正的 上帝必会扶持他 这种对上帝的信心 和对自己信仰的纯正性有把握 是何等珍贵啊 根据《沙摩尔记下》17章记载 亚西多佛因着亚撒龙 没有接受他的计谋 就骑上驴子回到家乡留下遗书 吊死了 亚撒龙也是骑着驴子从橡树蜜枝底下经过 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 大卫的元帅鸳鸦就杀了他 上帝果然疼爱大卫 扶持大卫赢回了他的王位 愿上帝在我们落难时 仍然赐给我们信心恳切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